3月18日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看电影时 偶遇大美女杨幂 心情十分激动 她形容杨幂真人又白又美 而杨幂亲献身助力的电影 自然也是十分精彩 相片中杨幂头戴蓝色帽子 配黑色口罩和普通人一样低调 虽然口罩遮住她的面容 但肤色确实和网友形容的一般白皙 亦是无法完全掩盖她的美貌 网友解释 害怕打扰到杨幂 美感高调拍摄 但距离这么远 仍能看到杨幂超长的睫毛 杨幂此次现身 状态极佳 她没有使用特权做VIP位置 与闺蜜一同坐在位置上讨论剧情 据悉杨幂此次现身 宇宙探索编辑部路演 这部作品是孔大山导演 王洪卫 郭帆兼致的科幻影片 电影将在4月1日正式上映 粉丝发现杨幂新动态 也忍不住表示羡慕 同样还在感慨 这种幸运的事情 什么时候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人透露称 此次电影露演是清华场 看到杨幂后还感慨 早知道杨幂喜欢去清华 当年就努力考清华了 其实杨幂对清华如此青睐 同样有渊源 此前杨幂曾爆料 他们家一堆人都在清华 记得印象最深的是 清华杨小金教授曾在授课时说 我有个侄女因为成绩一般 跑去当了演员 现在是85后最红的女明星 而这位85后最红女明星 指的就是杨幂 据了解杨幂当初高考分数583分 未能考进清华北大 但作为艺术生考入北电 却是非常高的 当时杨幂是北影五届的全国第一名 事实上杨幂从小作为同行出道 她的父母已经为她进演艺圈铺路 后来红透娱乐圈并不意外 即使后来杨幂与刘凯为离婚 人气也未受影响 反而自己当老板后越来越红 几乎每年都有一部她的暴剧出现 今年刚播完年没多久 杨幂便禁组拍电影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 直至近期才终于有闲 与闺蜜外出看电影 只不过杨幂既没有残演 也没有投资该戏 可能杨幂本身就是个科幻迷霸 对比赵丽颖转型角色成功 唐嫣收获美满婚姻 杨幂似乎总被嘲讽走下坡路 但实际上杨幂早已领先赵丽颖和唐嫣 只是该拥有的都拥有过 但现在也失去了 最新动态 杨幂摩登女郎封面曝光 修图严重时针 明星拍杂志封面修图很正常 但最起码的五官要跟本人比较像 杨幂也多次被质疑过整容 杨幂自然是否认 表示通过整牙方形脸 变成了瓜子小脸 本来杨幂的脸就很小 非常适合当演员上镜 只是这次修图太严重了 身材很好 礼服漂亮 无关静致 但就是像哪位女网红拍摄的写真 而不是杨幂 对比五颜六色的礼服 杨幂是可以驾驭黑白色礼服的 一双大长腿很有优势 一般穿长筒靴会显得腿短 但杨幂的黑色露肩礼服 搭配黑色长筒靴 显得高挑又鲜瘦性感 对脸直拍才比较像杨幂 杨幂最好看的地方是眼睛 其次是嘴巴 杨幂的眼神坚定 仿佛能看透人的内心 虽然经历过网报 经历过离婚 经历过长时间不能见到女孩 但杨幂的眼睛里永远有光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至少在杨幂这里 眼睛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不可能抑郁 心态非常好 小蛮腰不像生过孩子的妈妈 杨幂也不是天生理智性格 不然也不会义无反顾 在事业巅峰期 嫁给刘凯薇结婚生子 并且曾自信刘凯薇 不可能婚内找小姑娘 因为自己就是小姑娘 可惜这段婚姻 以刘凯薇和王欧也会 杨幂选择沉默 最后低调离婚结束 生过的女儿也被判给刘凯薇 由爷爷奶奶带大 杨幂跟女儿打电话 都还要看婆家的脸色 但离婚后杨幂事业飞升 短短几年也积累了上亿财富 已经实现财富自由 所以杨幂的事业心并不太强了 活得清醒且通透 赚到的钱都是爸爸打理 平时自己只保留几十万的零花钱 更为大勋低调恋爱后又分手 从来不再官宣恋情 如今的杨幂早已打破情关了 不再执着于各种情爱 完全做自己 而赵丽颖比杨幂还是晚了几步 但基本两个人的路线差不多 赵丽颖也是离婚后儿子判给冯绍峰 自己的事业迎来飞升 现在的杨幂全身上下透露着一股子坚定 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影响到她 美中不足就是修徒师修徒太厉害了 把杨幂修成大众联统一流水线的网红了 杨幂也用自身态度证明 女人只要很下心抛开一切 靠自己的努力坚持 一定能获得收获 圈内向佟丽娅 张嘉宁 杨幂 赵丽颖 董璇等等 都是离婚后事业飞升的女演员 谁不想像唐妍一样 老公套普家庭幸福 但如果没有 请务必唤醒强大的自己